場地的狀況暫時都相當好,好地掛牌 2.72的場地獨數 今晚全闊A跑道 重複多次,11號馬的迷雨 驚已在閘前就推出了比賽 我們也看到有馬入閘 正在做慶萬家 有些扭脊脾氣,這隻慶萬家 目前是86元 倉堅群鷹站在雜箱內很久 最後KLV5號做打什麼都穿駕駛 1、2都穿駕駛 馬蠻漂亮的,不過形勢可能會比較難跑 有些 11倍下來的,現在是9.9 慶萬家還不可以 所以其他馬都不進入了 你還沒搞定我又不進入 好,終於搞定慶萬家 再來是達爾門 美麗新星 1號馬,排1檔,噴火龍 再來是麒麟 落飛的馬 接著來是日日靚 聲勢無敵 日就月張 入剩兩隻馬 封煙再起 還有2號,最後只分42元 這隻又在其成 票數都算硬 好,頭場賽事交給雜錢 等著,封煙再起 全部馬不準備,打擋頭場賽事 5班,1650米 大熱暫時還是10,準備 2號戰事 1號,3號,4號 抓到4號,4號 4號,4號 1號 炸子,3號,4號 1號 2號,6號 都要跟他押過去 接著第六位 內蘭日日靚 在外面橙帽 淺姿色衣就是日咒月章 後面四匹馬 慶萬加 在尾四位置 綠色衣 內蘭 後面三匹馬 有紅塗巨星 風煙再起 暫時殿後 是麒麟 過載1200米斷柱 放了出來跑的馬 是創建群鷹 在外面美麗新星 在第三位 守著內蘭位置 噴火龍 升聰無敵第四 第五位 日日靚 第六位 紫色帽 又在騎乘 後面的馬 跟著是內蘭第七 綠色衣 慶萬加 再後一點的馬 有日咒月章 風煙再起 尾以為之 紅塗巨星 暫時殿後 仍然是那隻麒麟 去到對面 直路中尾段 外面猛騎上去 日日靚 想變咒 內蘭位置有創建群鷹 中間美麗新星 頂一頂它 再見到第四位 噴火龍 第五位 中間升聰無敵 內蘭 綠色衣 慶萬加 在外面又在騎乘 尾四是日咒月章 後一點的馬 風煙再起 紅塗巨星 包了最後的馬 仍然是麒麟 好 入彎 三日馬平牌 內蘭創建群鷹 中間美麗新星 在外面 日日靚 一股作氣 蓋上去 第四位的馬 還有噴火龍 中間是綠色衣 慶萬加也追 在裡面位置 還有風煙再起 大外搭 是那隻日咒月章 最後一百米左右 佔先還是日日靚 慶萬加 一直追上來 外面位置 慶萬加過了 跑第二名 日日靚 第三名要拍照 有風煙再起 內蘭位置 慶萬加 結果這場賽事 慶萬加 也為何良馬房再添多一場頭馬 前中段貼欄 入彎拿出來中檔 把一組發力的日日靚 剛剛趕過了 第三名要拍 風煙再起 近邊 慶萬加 救的慶萬加 葉明倫 最後衝上來 最後是百倍勝出 第二名 曝日日靚 何宅堯 三四名很近 看看 裡面的不是麒麟 還是外面那隻 風煙再起 麻多恭喜 蓮馬斯 頭場慶萬加 八倍勝出 騎師 楊明倫 多恭喜 生日禮物 對呀 第二名就八號的日日靚 中段變咒 頭上初開始 暫地明知 九號八號 三四名等回拍照 看回床播 閘就進去了 好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 有來蘭位置噴火龍 粉紅衣 升聶無敵 中檔又在騎城 外面兩的馬走上去 創建群英 最出美麗新星 都要跟他壓過去 大約跟著第六位 內蘭日日靚 在外面橙帽 淺姿色衣 就是日咒月章 後面四匹馬 慶萬加 在尾四位置 綠色衣 內蘭 後面三匹馬 有紅套巨星 風煙再起 暫時殿後 是那隻麒麟 過了1200米的斷柱 放了出來跑的馬 是創建群英 在外面美麗新星 埋變第三位 守著內蘭位置噴火龍 升聶無敵第四 第五位 還有日日靚 第六位紫色帽 又在騎乘 後面的馬 跟著內蘭第七 綠色衣 慶萬加 再後一點的馬 有日咒月章 風煙再起 尾以為是紅套巨星 暫時殿後 仍然是那隻麒麟 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 外面猛地騎上去 日日靚 想變咒 內蘭位置有創建群英 中間美麗新星 頂一頂 再見到第四位 還有噴火龍 第五位中間升聶無敵 內蘭綠色衣 還有慶萬加 在外面又在騎乘 尾四是那隻日咒月章 後一點的馬 風煙再起 紅套巨星 包了最後的馬 仍然是麒麟 好 入彎 三日馬平牌 內蘭創建群英 中間美麗新星 在外面日日靚 一股作氣 蓋上去 第四位的馬 還有噴火龍 中間綠色衣服 慶萬加也追 在裡面位置 還有風煙再起 大外擋 是那隻日咒月章 最後一百米 佔先還是日日靚 慶萬加 一直追上來 外面位置 慶萬加過了 跑第二名 日日靚 第三名要拍照 第三名還在拍照 最後日日靚 很多票 不過贏的是慶萬加 這次何宅堯 都再用中斷面酒 騎得動 平頭 第三名 5號和6號一對 麒麟 風煙再起 平頭第三 不然也稍微等下 余計的派賽 剛才說楊明倫 勁其好成績 就馬上又贏了 慶萬加 好像市集一樣 留著追 有些體力 有些新鮮感 對 每天都跑得正確 他就這樣跑 三跌 也沒所謂 最重要是逼得起 對 就是入直路 他已經要在首一兩位 他就很韌的 其實回來 他也很忙 他內蕩 那麼早移到一個位置 可以這樣轉出來 那麼現在頭四名 早段也有難 全部早段也貼難 右翁騎乘的那些是走著二碟 踏過寬一點的彎回來就不太追 好 預計拍了也有 一起看看吧 跑第一名是9號的慶萬加 動贏派80元 位置派28.5 跑第二名是8號一日嶺 位置派27元 跑第三名分別是平頭兩不馬的5號的麒麟 位置派14.5 和6號的封煙再起 位置派16.5 連贏位8答9 派320元 位置Q 派菜有六份 8答9 派97.5 5答9 派38.5 6答9 派48.5 5答8 派35.5 6答8 派52.5 5答6 派47.5 三重彩 兩份派菜 9號 8號 5號順序 派1935元 9號 8號 6號順序 派2476元 單些都是兩份派菜 5號 8號 9號 派281元 6號 8號 9號 派329元 6號 8號 9號 派329元 3選一 餘地派菜 A隔夜半年滿 派36.5元 3選一 餘地派菜 A隔夜半年滿 派36.5元 1號 5號 1號 8號 4號 5號 派36.6元 1號 5號 1號 5號 1號 9號 5號 這隻封煙再起 要硬工去騎 是的 9號、8號、6號、5號順序 10下20731元 好 循環影片先看 起步 麒麟又被創建群撞撞了 比較慢些 已經在打邊 天天看見何摘搖 一定要逼到隻馬 咬到馬群不要太落後 今天發揮得相當好 我建議大家這場做個捕捉的傳技 其實不是很多馬在這些節奏的步速下 跑得好 頭段又偏快 第二段又偏慢 第三段又突然快 有很多馬的節奏未必做得那麼好 就未必交到它應該有的水準 譬如你好像美麗新星 前面的步速快一下慢一下 你後面的馬一蓋上來 中段有幾隻馬鬥燒 所以它未必交到它應有的水準 埋片又噴火龍 可能情況都差不多 日日靚就聰明 中段啞開又在其成就走出來 又在其成反而被它逼出外面 後面日就月章 紅度巨星 巴尾就是麒麟 風煙再起一對馬 前面走 不過美麗新星早段也有點搶口 今天跑起來不算走得很順 這裡每天漂亮發力 潘頓當然會頂壓你 不過每天漂亮 其實跑得好 無論泥地菊草 其實它轉彎入直路 都是走著三碟這個位置 它又沒什麼所謂 那些走出來的就像他平時開車的 那些 不用打 不用看旁邊的側房 已經按了出來 有人騎乘 就被他拿了個位置 就是有人騎乘 可能跑不適合自己的節奏 又跟別人中段走 結果又不行了 裡面那隊好走騎士都很努力 帶文膏 都是要騎的 上次喜歡的 完全騎不動 這裡落幾邊 都追得很厲害 兩個都左右開工 馬頭上坐下線都覆綁完畢 為止Q派採入六販 八搭九派九十七個半 五搭九派三十八個半 六搭九派四十八個半 五搭八派三十五個半 六搭八派五十二個半 五搭六派四十七個半 三選一派採 A2隔夜半延門派三十六個半 二重採 九號八號順序派八百七十四元 四連環 五號六號八號九號派一千五百五十元 四重採派了兩販 九號八號五號六號 順序派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八元 九號八號六號五號 順序派二萬零七百三十一元 九號八號六號五號 順序派二萬零七百三十一元 分證時間 頭段十七秒六五 第段二十四秒六 第三段二十三秒八 末段二十四秒一一 賽事完成時間一分四十秒一六 五號三十六 四十五百六七十九 谢谢观看